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宜,我已所行四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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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介绍到四地十六形象的时候,我们介绍到了苦地的四种形象。 一般我们常常听到说,无常、苦、空、无我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略略知道。 我们常常讲说,四地十六形象,四地十六形象,是什么的话呢? 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苦地的,不是说它只要具有无常,它就是苦啊,不一定是这个。 是说,在一个苦地的例子上面,我们是不是以它说有肉的运体为它的例子吗? 我们说,所谓的苦地,就是有肉的运体,那有肉的运体来讲的话呢, 我们所谓的有漏的问题 这个有漏是不是我们说 它是由业跟烦恼而产生的 或者不自足的 由业跟烦恼而产生的话呢 这叫做所谓的有漏 这有什么的漏 或者不圆满的话 这边顾名思义的话 有漏是代表说它会有瑕疵 有瑕疵或者有问题的 那从外在从外面说 它有瑕疵的话 它的因就有瑕疵的话呢 那果是不是也一定要 也一定会有瑕疵嘛 你不能说忽然好像从中间 从一个有瑕疵的东西 它怎么会好像魔术般的 或者特殊般变得变得无瑕疵 那不会嘛 那为什么它是有瑕疵呢 因为它是由不自足的 由业跟烦恼而产生的话呢 因为这两个因素 就有瑕疵的缘故 那果也一定会有瑕疵 不管它是什么好的也好 坏的也好 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油漏嘛 油漏了 所以呢 在于苦地上面来讲 去了解一个苦地上的形象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想说 这个东西的上面 这个东西上面呢 一般在经书上 所谓的这个上面来讲 有两层的意思 这个上面是什么 有一种是说 好像我书本放在桌子上面 这个上面 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是我们讲说什么 体性是义的上面 这个说好像我在垫子上面 大家在这个屋檐上面 这个是两个个别个别的分开 和这样子一个说 这个东西的上面 可是我们在说 苦地上面的四种形象 苦地上的四种形象 是不是就好像迭罗汉 就完全不是了 不是这个意思了 苦地上的四种形象是说什么 苦地它本身就是这四种的特质 苦地它 这个上面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说 它跟这个东西是合在一起的 无二无别的 体性是一的 可是它又个别的存在吗 我说苦地是无常 苦地是苦 苦地是空 苦地是无我的话呢 它是不是 这上面的四个不同的形象 可是它这个上面 所谓的四种不同形象 就是说什么是 体性是一的吗 它等于就融在 或者合在这里面吗 像我们常常讲的说 如果以这个来讲的例子 如大家前面的这个 如圣的话呢 如圣的话是 应该是第一个是 人嘛 由人而变成是 男人 由男人而说 才可以变成比丘 由比丘才可以变成说 是格西 如果等于说这个是 如圣法师的四种形象 对不对 或者说 这跟大家讲的一样的是说 苦地的等于是说什么 就是说 从无常 苦 空 无我 那同样 它的意思就等于说 什么 大家在介绍 苦地的时候呢 应该是怎么介绍 就是说 你看我说 如果你介绍 如圣法师的话呢 如圣的这个人 首先是人嘛 所以有是人呢 他才可能变成是男人嘛 因为是男人呢 他才可能变成是比丘嘛 有是比丘呢 才可能变成是格西嘛 所以 那去介绍这个呢 我一定不可能说 人是什么 而说 假 为什么如圣老师是人呢 因为如果他不是人的话 他不会符合这些特性 但他是因为符合这些特性呢 我就可以冠名 或者说他是一个人嘛 或者如果他是个男人的话呢 他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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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比丘的话呢 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才这样子才有办法去认识到说 如圣法师是人啊 如圣法师是男生啊 如圣法师是比丘 如圣法师是格西 或者没有这样的认知 人家跟你讲的话 你等于是 像我们上次举一个例子来讲 是不是说 我们说有些很多人 因为大家在叫我格西拉 大家也习惯了 你看到别的 别的 我说像我们说旁边的一些警卫啊 或者说保全啊 他也说根本要格西 格西 可是他说什么格西呢 他只是背了这个名字而已 而实际的意思是什么 你说格西是什么 他只能说就是 就是只有我们家楼上的这个师父而已啊 那格西是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可是我们有学会知道说格西代表是什么东西 他才会真实才现出来嘛 同样在苦地的时候 我们以前可以背说无常苦空无我 对啊无我无我 那无我是什么意思 但是也就是这样子背 就是无我啊 就是空啊 就是什么的话呢 这不是在真的介绍苦地的四种形象 苦地的四种形象是说什么 上次他也听我问了一个问题嘛 我们是不是在经书上我们讲说 他是叫尽常乐我的执着嘛 这是什么是说代表说对苦地的反面的四种执着啦 可是他没有说出他的依次的认知的次第 他没有办法说去我们认知的次第是什么 我们认知的次第是说从认识他某个东西是无常 他是有无常的可能性呢 他还会变成是苦的 他要怎么断除这个苦呢 是特别我了解空跟无我的啦 所以在四量论的第二评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常常引用那句话说 因为无常而为苦 因为此而为无我的 和有苦而去悬缩出无我的 这什么意思来讲的话呢 你看是不是我们说不管是 不要说只有苦地是无常的 连我们不是苦地的东西像佛陀啊 一切智啊 或一些限量啊 这些东西来讲是无常的 不是因为说无常的缘故他就是苦了 这个或者因为是苦的缘故他才是无我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过程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内心上一一一去了解呢 首先为什么要去了解说苦地是无常呢 因为如果苦地不是无常的 是常的话呢 我们去了知苦地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佛陀就不会叫他来认知苦地了 为什么呢 就等于说已经是绝望了嘛 绝症了 绝症了 绝症的时候你在说 哎呀你好无助啊 你这个状态太糟糕了 他如果没有 他好像说落井下石的一样那感觉了 就是因为还有希望 有可能要去认知事实的时候 才会有人说你不要 不了解嘛 他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 如果苦地是这个东西是我们不要的话呢 还不用回去 他是无常的 他是什么呢 他不是永恒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由因缘而生的嘛 由因缘而生的 是因缘具足的话呢 才会有的 这个因缘不具足的话 他自然而然他就会消灭了 所以他第一个来讲说 哦 你们的所谓的苦地啊 有落着这个孕体啊 或在轮回啊 这一切来讲的话呢 是无常啊 不用觉得好像是绝望的嘛 他是 可以有办法从这个脱离的 可是 这个第一个要先认为说 他是 从无常而认知的 那 因为无常的话呢 才会是苦的 如果不是无常的话呢 不可能是苦的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苦是什么呢 你看他给的定义是说 他是 由 夜 跟烦恼的随他嘛 自己完全 不是说 只是由夜跟烦恼而产生 他就一定是苦了 哦 这也不一定嘛 因为我们说 像说什么 像我们说 阿罗汉 的身体啊 都还是苦地啊 是 夜跟烦恼 而产生的 但我们不会说他是苦嘛 因为 阿罗汉把他所有的苦都去除 他什么 他没有再受到 夜跟烦恼的 左右 他已经自主过来了 已经不会再做了 但是 但是 我们在苦地上面 所谓的苦地是什么 就是有漏的东西嘛 有漏的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苦呢 我们 在别的经书里面 或者在广的宣说来讲 可以当然说有 所谓的苦苦啊 坏苦啊 或者是行苦啊 或者说从这个来分出所谓的 六苦啊 八苦啊 或者说苦是无量无边的嘛 说实话来讲 他这个只是一种 初分的分类 他不是说 这不是在像我们在 心内学 大概上次还有吗 记得说我们 有两种分类嘛 有一种叫做是 圆满数字的分类嘛 跟一个说五第三种的 这上面的所谓的三苦来讲的话呢 上面的这个三苦 是所谓的圆满数字 就是若是苦 一定是这三个其中之一 跟所谓的六苦也好啊 八苦来讲也好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就不是圆满数字了 这只是说他 以说是 士气疑惑 有认为的不同的疑啊 有不同的 逆去 而去分出的 材料 它不是圆满的数量 但为什么这些 不管是八苦也好 六苦也好 三苦也好 它是苦的原因是什么呢 种子是有肉的乐寿啊 或者我们说 世间的这些乐寿来讲 我们也都会生之它 叫为苦 它为什么叫苦呢 因为它不是自主的嘛 它也不是长痕的 它不是不变的 因为我们说 如果 如果 从 静上 它百分之百 就应该是乐的话呢 应该是所有的人 接触它是 一样嘛 如果是从 静上面是 就是乐的话呢 应该所有人 接触是一样 可是不是啊 我举一个什么 因为我们 上次我跟大家 举的例子来讲 我说 现在真的 这一两年回来台湾 才比较体会说 在说什么的话 以前 寺院是做以前的 很多的准备啊 那个原因是做好 和 浴是什么 就是我们 世间上浴 我想说 同样的 跟以前老师来讲 我们说 第一次 早期 以前的师长 令我们 1970年代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 他去美国 或去欧洲 他回去的时候呢 就问他说 你觉得 欧洲好不好玩啊 有没有 第一次看过 国外 觉得怎么样 他说 都一样是轮回 他只看到说 一样是轮回 没有什么 比较好比较坏的 这一样的 是这件事情 那时候 他以前会觉得说 应该是 对这些老师辈啊 或什么来讲 可以给他最好的 可是自己说 真的 自己在这边的一年两年 真的是很多的 欲 是帮助把自己的 经书的东西 一一的 历历的 记住 所以真的来讲说 所谓的 我们虽然是在这边 讲很多经书的 意识 跟大家讲说 那我经书是怎么去思维的话呢 这边等于是说 把道理跟大家讲 这个道理是要跟大家 一般的观察 一般的思维就结合在一起 这才是所谓的 把经书的东西去应用 或者他这个只是说 等于说 好像是我们在一般的科学实验室一样 一个是理论派的 一个是实际派的 可是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 你说完全只靠实际去做的时候呢 他有很多东西是做错误的 或颠倒 没有秩序的 其实你说只有理论派的话呢 做出来也不一定有什么成果 这是要两个合并在一起吗 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 我说 你看我说 如果是真的乐的话呢 因为我们附近很多的按摩店嘛 你看我说 如果来看的话呢 如果是真的乐 应该是很多人一起看 一模一样的感受 有可能我会觉得 人家按摩多舒服啊多好 人家同样的劲道 同样的去跟另外一个人去碰 哇真的要呱呱叫啊 或者说自己花钱去受刑的那样子 我说等于是这样子来讲的 如果他是从那一方是乐受来讲 应该是一样的 或者同样 如果我是觉得是乐受来讲的话呢 如果从那一个地方就是乐的话呢 我再去想说应该是越来越乐啊 可是不一定啊 你帮我按了三十分钟之后 我就 你完没了 你按这么久 我赶快把它结束就好了那样子 一样的 手镜是一样的 方法是一样的 可是被按到说 你怎么把我一直按 从刚开始还好 按到瘀青的时候 怎么按这么用力还那样子 等等的方法 就代表是说 不是由近那边 或者从外近那边是乐的 或者他如果是 没有要关带说乐的话呢 或者说不需要关带的话 从镜上就来 所有的话 应该是永恒的 不变的 就感到他是一样的 可是 所以为什么说 纵使是这种有肉的 乐受来讲的话呢 或者说 最多到最后 辛苦像我这样子的 状态 我这个身心 都是所谓的苦 来讲的话 是什么 因为我就没有自主了 完全是受到 夜跟烦恼的 左右的缘故呢 所以这叫苦了 虽然我可能 我不了解这叫苦 有可能很多 还是乐在其中啊 或者觉得说 这个就是很好 但实际上 这就是所谓的 苦了嘛 因为你看我说 很明显的是说什么 比如说 我有可能 我们从年轻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很好 但是 开始慢慢慢慢 老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 就会出现一些的问题的 以前认为是好的 这个东西呢 现在变成是 我不自主了 我谁也都不想要生病啊 谁也都不想要不舒服 可是这就带来的苦了嘛 同样 我的心也是一样啊 谁也都想要快乐快乐 可是你看 这不分说 贫富 贵贱的 全部都是一样的 你看很多的有钱人也自杀的 或者你觉得他是 哦 全部所谓很成功的 也有自杀 可是 反而很平久 也在乐在其中 我就举的那个例子 想说什么 我常常在印度 大家知道 我们在印度 我说真的很多 我们的 烦恼啊 或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是因为 反而是因为我们社会的演变 人造作出来的苦啊 你看 在印度 我说我们 旁边的 寺院的旁边的村庄 走过大概500米以外 就是印度的村庄 早期去的印度村庄是什么 是 它是完全是没有墙壁的 它是什么 它是用竹子 竹子先立起来 和竹子之后呢 它用灰 跟牛粪混在一起 还把它贴在它的竹边 它贴在竹边之后 在上面再用 用 湿的牛粪 再去漆一遍 它家里面 也是用 它用牛粪 加水 去扫 或者 撒自己的地 它变成这个时候呢 它就很乐在其中 它也不会觉得说 我们看过去就觉得 可是 我们反而造作的说 什么的 我今天 比如说要吃什么 去玩什么 看什么 这一点点没做到的 或者人家的眼光 或什么是因为 我们自己人造作出来的 之后而造作出来的更多的 太多的希望 或者太多的 我们说 应该说 用文采表的话 说 我们太多的 好像期许 自己的太多的 不可得到的 这种期许的话呢 反而带来自己的更多苦 所以从身心来讲 就代表说 为什么会 这个是叫苦呢 因为它是说 它是造有我们 夜跟烦恼的 左右了嘛 我没有自主 如果我有自主的东西来讲的话呢 我也不想要使我的身心 有这样子的变化 我也不想要使我的 因为是受到 夜跟烦恼的左右嘛 所以因为 不管我们 承不承许说 有夜 有烦恼 可是你说 我们的身心 会有这样子的变化 它一定是有因素而变化的 因为 我们这边来讲 它经书来讲说 所谓的 夜跟烦恼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承取 夜跟烦恼才会有呢 它不是 它就是一个代言词而已 我们会有这个 有时乐 有时苦 有时苦 有时候乐 有时候无忌 中间状 它一定是有一个因素 使它变化了嘛 那这个是什么呢 也不是我们自主的嘛 一定是 它有某一个我们力量 我没办法自主 它使它变化的时候呢 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夜跟烦恼了 或者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你这个因素是什么样的变化 要说是一个原因嘛 这个原因是什么的话呢 我们明明是不想要得到的 可是 为什么会产生呢 为什么是产生呢 哦 知道说 这个是因为就是 不自主的 由夜跟烦恼 而不自主的缘故呢 它变成就是 我们叫成子为 叫苦 那样子 它 这个夜跟烦恼 不自主 虽然不想要得到 为什么会获得呢 就是两个原因了 就是执着 静 不静的东西 执着为静 不是我的东西 执着为我 不是静的这边 就不是说所谓的 当然这个词的意思 是干净的意思 可是这个静的呢 就是有更一 上一层是说什么 是说 因为认为有一个 常一自主的 干净的这个我 是存在的嘛 永恒的存在的时候呢 这叫所谓的静 不是说我们 这个东西不干净 因为你看到静 说 嗯 这是干净啊 那为什么说 这个 我执着 这个是叫静的东西 是颠倒的执着 这边的静的意思 也就是干净的意思 可是不是说 这个物品干不干净 而是说 这边我执着 为什么执着 静是个颠倒执着呢 是因为是说 明明不是有一个 常一自主的我 而去造作 或我常一自主的我 去受用 但是去执着 但是去认为 是这个常一自主 我去受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万事万物 也是由这个 常一自主的 永恒的这个我 而创造出来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这边 所说的 静的执着了 所以也为什么 是在 赤量论的第二品说 由无常而苦 由苦而去 说我 他没有说空的缘故 就在这边 应该在讲说 空 跟我执是 执着的是一个东西 一种的相貌 一种的相貌 我的 应该说 静的执着是在 我执上面 再加上 许多的特征 再加上 一些特征的 但是 我执呢 可是你说 无我 不存在 或无我 是没有的时候呢 是自然而然 这个静也 不可能存在的 就是我们说 如果没有 我们上次所说的 我是什么 是一个独立实体的 独立是什么呢 不需要依靠着身心 可以 独立的 存在的 这叫我 实体是什么呢 我去认识这个东西 我可以单独的认识的 我说 说实话来讲 我们虽然 我们 心虚当中 没有常意自主的我执 但如果大家 是跟我 我类似 我一样的话呢 我们是有 我执的 是有这个独立实体的我执 为什么我们比如说 这个独立实体的我执呢 很明显的时候 觉得说 哦 我 像说实际的 什么例子来讲 我们去爬山的时候 说 奇怪 我怎么忽然这么累了 那样子 认为说 好像我怎么这么累 或我怎么看不见呢 会认为说 好像有一个我 可以脱离我这个身体 有一个我 可以脱离我这个掩饰 他独立的说 奇怪 我怎么都看不见呢 我跟我年轻的时候 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 什么呢 这都是因为有个我 才会有这种东西 我认为说 我 我可以独立的认知 我不用偷有我的身心啊 我就可以认识出 有一个 如圣法师 或我认识出一个某个 在我的心中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大家 可是我的话呢 我们常常会认为说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我说什么呢 我想要得到一个 或我不想要什么东西 或人家说我的坏话 或占美我的时候呢 我就会认为说 好像有一个 这个 不需要依靠着我的身 不需要我一个 这个东西受到赞美了 这个东西受到了 毁谤了 所以我才会有 撑嘛 我才会有 我才会有 贪嘛 我才会有慢嘛 哦 好像有一个 一个东西在这个来讲 那实际上的 我存不存在 我存在 可是我是怎么样存在呢 它就是 依靠着这个的 孕体不能分开的 跟这个身心的这个孕体 在一起 不能分开的 而我 安逆出来的嘛 就有一点像说什么 我们 在举色类学来讲的时候呢 就例如说什么 我说你看我举出说 名相 这个词汇 或者说 所知 这种词汇来讲的时候呢 它脱离了例子 它脱离了像瓶子来讲 你根本找不到这个东西了嘛 所谓的 名相存在于什么呢 它就是存在于 瓶子全部存在嘛 可是它用跟瓶子是不一样的 它是要因着这个瓶子而 不能分开 当然大家认为 人家说 柱子不是瓶子 我是说 以这个例子来 来做 来举例的话 瓶子跟 名相来讲的话呢 你除了瓶子以外 你认知不出来 任何的一个 名相嘛 名相跟瓶子 就已经是 等于是混在一起了 但你说它又是一件事情吗 它不是一件事情吗 那常常 我 我 我们认为的话呢 我们认为是说什么 就像我刚刚的复习一样的话 我 对我们的 我的认知 一般的人啊 或像我来讲 我常常会认为说 我好像 骑在我的心思上面的 或者 我就是在 灌在我的这个身体里面的 这是我们 任何的人的话 会不自主的 有这样子的概念 我会说 有一个东西我要追求啊 我要去找寻的 或 我不要的 或我要的 这都是什么的 就是因为 我指的 认为说好像有一个 与身心的 脱离的 这个的我 它的追求 所以 这边来讲的所谓的 独立就是说 它好像人 从我的身 心 独立出来的这个我 实体的 实体是什么 我们讲说 实有跟假有吗 所谓的普特切罗来讲的话呢 它实体上来讲 是一个假有的东西 我安立出来的 像如圣法师 如圣法师说什么 因为 我出家了 我穿着的 我剃了头了 而在这个地方呢 而大家 安立出来一个这个东西吗 说实体来讲 什么 也就是这个反复的 这个人在这样子 分不开来了 可是但因为这个因素呢 大家 灌名了 或安立的出一个说 如圣法师吗 那 同样 我们认为的时候 我时候呢 是不是很多 我们讲说 你看人家说 灵魂出窍啊 或者说 好像有说什么 死亡的过程 有个东西浮出来的时候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实有的执着啊 因为大家认为说 好像有一个从 也不是依靠的心呢 也不是依靠生呢 它可以独立的这样子 好像有一个生命体 这样的独立产生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佛教图里面 所说的 独立实体的我哲了 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那你说有没有一个心事 从今生到后世 从前世到今生 今生到后 有 它有没有一个 有些人有能力 比如说 化身啊 或者说 梦生 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 梦生花 有 可是这个东西都还是 跟着心 合在一起的 它是也有心事的 也有这个案例 才会有这个东西 而不是说 像我们 一般的 外道的 或者别人说的 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 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解释的 就是说像看电影 那个什么 那个 第六感生死练的那一个 好像有一个说 有一个东西从身体这样子浮出来 跟心 身心都没有 这样子就跑到那个光的时候呢 这个 以我们来讲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 独立 骗技的独立实体的我哲 为什么叫骗技的独立实体的我哲呢 因为看到这个电影的缘故 去执着有这个的见解的话呢 这叫骗技的独立实体的我哲 因为有电影啊 有这种好像的 别的东西的 而让我 认为说有这样子的话呢 这变成说叫独立实体的我哲 它这个我哲是骗技的 而巨生说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从无始的 串习的话呢 会有烦恼的缘故 就是因为这个而生起了 所以我们在无常上面就是说 从要怎么去认识这个苦地呢 或者这个苦地是要断除呢 是从认识它是无常 从无常而认识它是苦的 而有苦的话呢 这苦是怎么样去断除呢 怎么样去去除 不要使我们被业跟烦恼不自主呢 我有一个方法 就是了解是无我的 所以他才是讲说 由无常而去认识苦 由苦而认识无我 而去宣说出无我了 而不是说因为它是无常 它就是苦了 因为它是苦呢 它是空或无我的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认识概念 而是说因为从无常的话呢 它才能可能成为苦嘛 它因为是苦的话呢 我要怎么去断除呢 这苦的来源是怎么样使它不在于夜跟烦恼时 夜跟烦恼的左右呢 而就是说从有了解空 跟所谓的无我 它空是什么呢 这空这不是代表没有嘛 我们就想说这空是什么 是与静的空嘛 不是刚刚以上所说的这个静的这个 就讲空了 而无我的话呢 无我不是一个好像什么一个 好像一个究竟的 好像一个什么很高深的东西 就是我们一般所认知 或者我之所执着般的这个东西呢 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常常这几个礼拜 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像心内学来讲 我们说所谓的 或者说我们讲说简单来讲 介绍说什么 就是说我如果说没有兔子脚 没有兔子脚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它存在嘛 它没有兔子脚不是好像有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跑过来说 兔子脚是没有的 而是说我把执着兔子脚是有的 这样状态的这个执着呢 它这个静是没有的 它所执着般的是不存在的 这就叫说兔子脚是没有的 同样 无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用说它是多么的高尚 好像说经书里面说是怎么样 就是什么 就是我执所执取的 或者我执所抓住的那一样呢 它是不会存在的 或没有它所执着般的这样子 这就叫做所谓的无我 这就是我们应该算上个礼拜的很大的复习 还有为什么复习了这么久 是说应该来讲的话 如果苦地的 以及苦地的四种形象了解的话呢 后面的极地灭地道地就很容易了解了 特别是说灭地跟道地 如果是善的是要得的话呢 这是谁都不用讲 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希求的 最难认知是说什么是苦地为苦 而不是说苦苦这边 所以为什么来讲的话 在最近尊者常常引用的 也是说为什么说是在 它引用了什么呢 它引用了圣天菩萨的四百论 它是说初断非福嘛 中断一切剑 最后是把所有一切所安利的 就这样来讲的话呢 去断除 这是说什么 从了知的过程呢 这是说什么的话 从了知的过程说 非福是说什么 就是会带来苦的因嘛 第一个是说 从了知或者修行的概念来讲 是什么是我们大家都 你不用特别教导的 苦苦的话 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会想要有的 所以这个如果苦苦不要有的话呢 那第一个是说什么 是要从非福业啊 这个东西去断除的 而所谓的 所谓后面的二者的坏苦啊 辛苦 如果不要的话 只要这个说是不自主的话呢 要说什么 而且要从了解 无我嘛 就是忠实把 我这件事情要去遮着 我去遮着 不是说你我他的我 而是说我们这个 我执所执取的 我是不存在的话 这个执着去断除的 才可能去除说 坏苦跟辛苦 和这一切的坏苦跟辛苦 所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他会留下他的习气或影响 这是什么叫 我们叫所执障 这是所执障的 就等于是说 出分的所留下习气者 跟留下的习气 或者留下的这个倾向呢 这个习气如果都要从根断除的话呢 要了解一切的真实意 才有办法去断除的 这是所谓的我们一般来讲说 修持啊 或者了解四地的概念呢 好 所以我们上面 上次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在介绍到苦地的 以及苦地的四种形象 和我们现在准备要介绍的是说什么 这个礼拜我们开始介绍 几地跟希望说灭地道地 我们慢慢慢慢开始跟大家介绍 和如果这个介绍的话呢 当然如果可以对灭地 对道地有一个清楚的了知的话呢 我们才有资格说 哎 法宝是什么了吗 三国一是什么 如果根本不了解的话 佛法身有什么重要性 说实话呢 差不多都是一种迷信而已 难听一点的就是一种迷信 你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以前讲的故事说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说 你看像我们住在附近的四平街的四面佛 不是佛 如果人家来讲说四面佛是佛的话 这就代表是说 他不知道说佛跟 是我们台湾所谓的 像什么 像我上看最近我们这边附近 还有什么 橡皮佛啊 四面佛啊 而这个跟佛教人们所说的佛是什么的话呢 从外保来讲的话 你说不出什么差别的 有些是有四个面的 有些有四个手的 有些有牵手的 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判别的 他判别的差别是什么 是心绪当中的这个密地跟道地吗 可以建立出密地跟道地是说什么呢 一定要从了解苦是什么 苦跟苦地是什么 怎么去断除 这是一一才对法宝有了解的 有法宝了解呢 才可以对有神宝了解 神宝了解才会对佛宝了解 这个所以我想说 我们特别的了解 这些教授来讲的话 是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第一对说 那自然而然我们是来学佛学的话呢 那佛学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只是说 当然我们也很赞叹 也很随时说 有些人愿意去烧香拜佛 可是既然所要为说真的是说想学习为佛教徒的话呢 这个关键就在哪里 就是必须要去了解释地是什么 如果没有释地的关键来讲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的 在见解上面来讲 他很难成为叫说是佛教的众医师 为什么因为佛教的由见解而去成立的话 他的关键在于说是法应嘛 就是我们所谓的诸行无常 有肉皆苦 诸法无我 涅槃几净 看这四个的概念是在建立在什么上面呢 就是在建立在我们四地上面 诸行无常就是在无常的这个概念上面来讲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常的概念 就是苦地上面的这个无常的概念 有肉皆苦就是在苦地上面建立出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第二个所谓的所谓的苦的概念 也建立出极地了嘛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是说什么呢 是羞耻的道地嘛 他所圆的境 他所要圆的是他有无我的时候呢 才有办法去对峙这以上的 而涅槃净净就是讲后面的涅地嘛 因无我的见解 了解真实义 而去获得果位是什么是激进的涅槃 去除了一切的烦恼的这个涅槃的果位 好 那我们以上来讲的话 上次略略的去介绍这边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下次 我说对不起 我说以下要介绍的是说什么 就是极地的四种形象 所以我们 我说我们上次应该念到是这边来说 我们那第九十三页的第一段第二段 第三大段的 第四大段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 始终颠倒至于苦地形象的直径 乐 常我 四种的对峙 是说苦地是形象的空苦 无常无我 即 还有后面是 这是如何去建立起这种四种形象吗 他以苦地的例子去要证明是空它有什么影响 所以你看大家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学色类学啊 或后面要学色类学的原因 就是前面的练习是为了后面这边来讲 你看我要建立起声音是无常的时候 我不可能跟你说声音为例 它是无常 因为它是什么 我说真的来讲 我一定会说什么 比如说 像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 你在听音乐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啊 那是为什么是无常呢 因为你看它是有关键的 你要去调整声音啊 你要开关啊 要什么的话 就例如说什么 你看我说我们看到这种灯 它会不会长远的 它会一一的坏灭的 所以不像你 我们自己认为说好像这个东西可以长久的 它是会变化的 这些声音的 所以从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不是说你要认识出声这些事情 才可以这样子 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的简单 它是用例子来说嘛 所以从来这边来讲 他说那我们要建立苦地的时候呢 这苦地的例子说 第一个例子说什么 就有肉的韵体吗 或者说实际一点来讲 他就说我这个色身啊 或像我的心啊 我这个凡夫的 我这个身跟心啊 这个东西我也例的 那为什么它是 所谓的这边所谓的空呢 空于什么呢 就是空于尽嘛 空于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空了 他意的 清净的我之故 那个清净的我就是我们说的 长衣自主的那种永恒的 从一开始就是干净的这个我 而可以去照做的 或我这个受用呢 它是净除这个 空于这个的缘故呢 我们称之后叫空了 那同样 以有肉的韵体为我们的例子来讲 它是苦的 因为为什么它是由或 或是烦恼吗 由或跟业 它所自在的故 就是说 这个它所自在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不是自主的 是受它的控制了 可是它把它翻成它所自在 就有点奇怪 就是说 它是受它者的控制了 它是受什么它者的控制呢 就是说受业跟烦恼的控制的缘故 因为它受到业跟烦恼的控制的缘故呢 它就是苦了 这就是所谓的苦了 那以有肉的韵体为例 是无常的 因为是有时而生的缘故嘛 就我们这边讲说 它是有时有有时无的话 都不代表是无常 因为有常法是可以有时有有时无的 这样我们举的一个例子说什么 我在未来会要获得的灭地 是常的嘛 是永恒的 它就是与烦恼分离的 但是那是有时有有时无嘛 因为如果是有时 不是有时有有时无的话呢 那代表说我应该我现在的心绪当中就有这个灭地了 可是我没有啊 我还是会生烦恼啊 我还是 可是你不能否定 我们都可能成佛啊 成阿罗汉呢 因为这个代表说什么 我可以知道说 我可以跟我的心绪 可以跟这只染污的 为什么我们讲染污品 可以跟这个苦分离嘛 可以脱离的缘故 所以当它脱离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灭地 你看它是永久性的 永久分离的 但是 如果你只要说有时有 有时无 就是无常的话呢 你看这个灭地就是有时有 有时无 像在我的心绪当中的是无 它当我在不断地修行 不断的时候 可以慢慢地说 我获得变成是有 它变成有时有 有时无了嘛 所以它不代表说 这个一定是无常 要有时有 有时无 它要加上什么呢 它叫生的嘛 这个生的因因是说 它是由因缘而产生的 因缘 由某个因缘而生出来的缘故呢 所以它叫无常的 由这样子的缘故 它才会叉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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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我们讲 无常的意思 从另外一层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韩 我们来讲说 就是说 就是说 它就要说 无常的意思是说 叉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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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叉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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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wanting 真实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自己 产生的第二叉那和不会按住 这叫无常 不管 因为 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在于粗的时候它会变粗 在于细的时候它会变细 什么意思就是说 既产生了之后第二刹那不存在的话呢 例如说 在一个快要倒的 那个 快要倒的那种建筑物来讲的时候 你说你看 第二刹那它就不会存在了 这是不是它的无常事啊 这就变成它的很初分的无常了吗 可是 如果我用在我的身上 我说如圣法这是 它既已成办的第二刹那就不存在了 它就是细分的无常了 为什么这是代表说 它是没有永恒的 它是既产生就在坏灭的 我 可以说实话来讲的话 我们说 我生出来的因 跟我坏灭的因 是一整 就是没有第二个因了 它不用透透 在别的因素使我才可以坏灭的 我要生出来的因 也就是我坏灭的因 我坏灭的因也是我生出来的 听起来很香微 可是这就是我们 所谓的无常的概念 你看所有东西也是 为什么呢 你看 如果这个东西会到最终坏灭的话 它要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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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就是所谓的初分的无常了 细分的无常是从哪里开始的 就是在从4第16形象 这边才会开始介绍到细分的无常 这之前所介绍的无常就是初分的无常 就是我们说什么 我用我的现前四 我都可以了解的说 它在第二叉呢 它就不会再存在了 它已经要坏灭了 好 那我们这边来讲说 所以它说它是无常 为什么呢 它是有时而生的缘故 有时而生的缘故 它就涵盖什么 就代表说它是有时有 有时无 而它是必须是由因缘而生起的 而比有反而就是有肉的运体为例 那这个如果要断除啊 或要了解断除这个是什么呢 是特有了解无我了 无我才可以说 是这个苦的因去 苦及苦的因去断除了 但是说什么呢 它说有肉的运体为例 是无我 因为以自足我之体性 不成立的缘故 自足我的体性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好像有一个独立实体的我 可以与这个身心挪开来的 这样子的成立 可是以前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老师问 真的开始学经书的时候 他说好啊 那如果在人上面我们说无我的话 容易了解 可是你为什么要说瓶子是无我的 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时候我真的 我被老师问他 我想说 对啊 那我从辩论的第一堂课 从圣类学就是辩论 就是说 对啊 一切法是无我 瓶子跟柱子都是无我 那为什么瓶子是无我的 那时候问的时候 那时候思维很久 老师慢慢慢慢引导 就说 为什么要无我的时候呢 不是说瓶子不是那个我 这个是很粗分的 我说因为我是什么 一个生命嘛 一个生命题 瓶子不是生命 我说不要说我们 我们说连三岁小朋友都可以了解说 瓶子是不是有生命的 那瓶子是无我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种 关键的对治烦恼的概念来讲的话呢 那瓶子无我是说什么了解 我们刚刚以上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说 我这个我子里面所说的我是什么 是说 与身心脱离了这样子一个 一个生命或者一个 因为我们所谓我 就是所谓的士夫嘛 一个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说什么 就是说一个生命题嘛 一个有感受的 因为我一直想用那种比较白话 我们用说像士夫啊 普特杰罗大家有可能不一定了解 可是士夫普特杰罗意思就来讲说什么 就是有寿命的 他有寿命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他代表有他的心事的 有感受的 因为我们是现在有很多的争议说 比如说植物啊 有没有寿命啊 有没有生命来讲的话呢 你说他会不会有 我们俗话说生存死亡 或他不会有哭啊 有没有 我说他有啊 或者纵使有些的话 为了自己 你看他说 蛮好玩的 我们说植物自己为了摄取养分 它会冒出更多的叶子啊 或者像太阳花或向日葵样 他会自足的 你知道这样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吗 或者说 有一些的植物 像你去跟他播音乐 他会长得更好 你给他骂他 他会 会发臭 或者会腐烂 都有啊 这我们都称许 可是他不是说 他由心事而去控制的 他就是他自足的 像你看说 比如说我说 我们在冬天 有些的树会落下叶子 在夏天他又摄出叶子 什么原因 他就是自然法则的缘故 他不是因为他是有 像我们 他可以思维 他可以判断 他可以做这个 你看他可以很多 他可以骗他 你用别的光来照耀他 他就算以为 他是获得了养分 他为了快速生起果实吗 我们是不是用现代的方法 如果他是用自主 他就说不是啊 你是 你骗我啊 你是用假的日光来做的 可是他没有思维啊 你用不同的方法来骗了他 这就是他的自然界的法则 他是获得了这些东西 他就会要冒出叶子 或者他要长出果实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就可以了解这些来讲的 我们会讲到这边来讲的话 为什么叫瓶子是无我呢 那瓶子的无我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对瓶子 或者因为他有的人对瓶子 我们比较没有的话 我们就一直 因为跟我们生活比较 比如说对包包 如果对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都会喜欢 只是你还没碰到 你的款式的包包而已 那你喜欢的时候呢 我们会喜爱的时候 是有一个原因嘛 那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贪着嘛 这个贪着使我要去追求嘛 使我从心里有一个贪着 我才会付出于身心上的行动嘛 所以有这个贪着 那有贪着呢 才因为有一种非理作业 非理作业不是说 我好像 这个是什么 什么的 这个所谓的非理作业是说什么 把他实质的品质而 看成过于的嘛 看成超乎了 像你看我说 像我们说 以前说 我们像什么的非理作业 像我说小时候 我爱收棒球卡嘛 我记得我就常常被我妈妈 就说 你说那些 那种 因为他还是说什么 他用纸张做 你说那么多一大半天 纸张浪费钱干嘛 要在家里堆的 那么一箱一箱的 那种棒球卡 我认为它是很有价值啊 可以获得 他看成就是一般的纸啊 那同样的 我们对那个包包来讲的话 不喜爱的人就觉得好丑 有时候像现在的外面的包包 我就看我觉得说 这十几万啊 二十几万啊 五十几万啊 我说 我觉得丑的样子 我说你要送给我 我也不一定要 那样子 我说 对我说 那个来讲的话 可是人家就会说 我愿意换取 用我的努力 我几个月的努力 就为人换取这个东西 是他的非礼作意的吗 这个非礼作意是什么呢 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我值的 为什么有一个我值呢 因为我认为有一个 如果我可以跟我的身心分开 我控制了 我就 我说我可以控制这个东西 我会 可是我会认为有一个 好像不受我的身心的控制 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把它看成是 过于好的 或过于坏的 还在于 就要追求 或再要去给人家伤害 等等 所以呢 我们等于说 刚刚对那个包包 那个包包 会有贪着 或我为什么会去拜金 从因果上来算的话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 包包去拜金呢 它前面是有一种 贪着吧 有这贪着 前面是有一种 非礼作意 非礼作意跟贪着的差别是什么呢 非礼作意只有在把它 看成是颠倒的而已 过于的好 或者过于的坏 而贪着是什么 开始有一种追求了 有一种吸求了 这才是所谓 所以我们说 以前有些组织大德来讲说 所以在修行当中的时候呢 第一个关 有一个关卡是什么 是要把吸求跟 应该说 吸求跟贪要分开 吸求是什么的话 吸求是需要的 是我们培养的 是什么 是对正确的禁要去追求的 而贪是什么呢 它是对于一种不存在的禁 去追求 去吸求的话 这叫贪着 所以这个贪着呢 是什么 它的来源是在于 非礼作意的 也是为什么我们在 尊者常常引用的一个句 我记得这个时候 也是我们在革西 革西辩论的时候呢 那一年 要背诵的 有一段记子 也就是在这里面 就是我们最后的 祈愿法会的立宗 它说什么的话呢 它说 我们所谓的贪 吃三者的话 是从非礼作业而生起的 而这个所谓的 乐意跟不乐意的 非礼作业是什么呢 是从我责而有的 是从分别的 按照中文根本会论来 本次来讲是从分别 可是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从无名我责而生起的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这个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贪 吃三者是从 有什么呢 是从 非礼作业而生 为什么非礼作业 因为我把它看成过于的好 过于的坏 过于的乐意 过于的不乐意 过于的好看 过于的不好看 等等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分别什么呢 就是无名我责的 而无名的我责 为什么会使这个生起呢 因为 就刚刚讲的 如果假设是这个宝宝 我对他有一个非礼作业的话呢 我一定会觉得 这个东西跟我有关系 我才会要把它看成是过于的好 但这个为什么会看到这样子呢 我认为说 那就是因为我责的缘故了 我认为好像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我 可以去享受这个东西 但我独立的我可以去享受这个东西呢 这个执着呢 我们就叫什么 这叫对瓶子或者对包包的我值了 我认为或者我执着说 这个的包包可以被 刚刚不需要依靠着身心的这个我 可以去享受它 可以 这个享受不是代表说 好像我说 我去享用啊 享受这个 这种子这个包包 或者这个东西 可以被我这个 这个我去看到 认知到 执取到 感受到 这都是所谓的 享用的 因为他有这个跟人的接触 所以这个东西的执着呢 因为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与 我认为的这个 刚刚的我值的这个我呢 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 被这个东西观察到了 被这个我看到了 因为这个呢 他会就是说 哎 我看到的是如此 所以会对他有 悦意的 过于悦意的 过于不悦意的 而这个因为 也跟我有危害 或对我有帮助 就会有 喜求啊 有 呃 想要排斥啊 什么等等 就会有所谓的 贪 跟吃生意 所以为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说 烦恼的过程 在无名 去了解 或者我值 去了解重要性在这边 也是说为什么说对 比如说相对 瓶子的我值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 大家应该特有这样可以 记得来 就是说瓶子的我值 不是说 执着说瓶子是我 或瓶子是我值所值取的 那瓶子的 我值的意思 对什么呢 是把瓶子变成我的所缘 认为他是可以被刚刚所说的 那个独立尸体的我去感受到 或独立尸体我去受用到的话 这就是所谓叫对瓶子 或对包包的这个我值 哦 所以跟我们一直在讲 跟他说从第一堂课说 瓶子 兔子 都是无我 为什么他是无我呢 因为不管他是存在也好 他不存在也好 是不是他就 一定不可能被一个 独立尸体的我去感受到 不管我说 这个东西是存在也好 不存在也好的话呢 都不可能被 这个独立尸体的我去感受到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开始介绍说 要准备要介绍说 应该说 瓶子的四种形象 看他说 其次 颠倒 注于极地的形象 是指苦为无因 无因 指唯有 一因而做 指唯由 大智在天 等之心 先行 转动而做 即 指信为 常 分位为 无常 所以这是他的 四种的执着 颠倒的执着 第一种执着 是说什么的话呢 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 应 极 身 缘 的四种反面 应的反面 是说什么 就认为说 他是无因而生 就没有原因 或者说 我们想说 我们想说像什么 以前 我们在中文的古文学 有些人就说 人的性格就是恶的 有人人的性是善的 是什么呢 就说不出原因了 无因而生 好像说 你一生就只能苦了 你只能乐 那好像宿命论了 就是定了 没有原因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在佛教这边 所谓的 那是一种 颠倒执着 这种苦啊 或者说 前面所说的 这边来讲的话呢 如果认为说 以上所说的 这苦地是 无因而生的话呢 这是要说什么 是 极地的 无因的执着 或者因的 反面的执着 颠倒的执着 而 极 极 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因 有没有很多人 认为说有一个因 有啊 我举个什么例子来讲 不是对任何的宗教 的任何的执着 或者我们来讲的话 我说我们台湾 比较有可能来讲 很多人说什么 我所有的东西 就是由 玉皇大帝而造作的 这就是刚刚这边 几地里面所说 不管我所谓的执着 或者好像说 我去拜拜的时候 他可以把我的苦变 变成乐 这就是因为说什么 第二个极地的 这个颠倒的执着 从一个因嘛 好像只有一个因素 就可以什么 有什么改变的 哦 我退哦 因为我这个苦是 同样是由玉皇大帝 而畅称的 当然我去祈求 或者我给一个祭品呢 他就可以把它改变了 这个乐 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都所谓的是 极地的一个颠倒执着 就是只有一个因素了 只有一个因素的 而第三个是说什么呢 他说 只为由大智在天之心 先转动而做 这说什么呢 这就代表说 有一个长的因了 有一个长的因而 转变出这个 它是什么 它先行有一个长的 永恒的 这个因 它是透由这个 去做意 它变化出这个了 就也是刚刚讲的 那个意思一样 好像玉皇大帝 是不需要用任何的因素 它是永恒的 它可以随意而做的 所以我们听起来 好像我们怎么都不会 可是你看世界上的 一般的直语 都是这样子 不管是民间信仰来讲也好 我们佛教徒来讲也好 外道来讲也好 或者没有信仰的人来讲也好 都是这种执着 为什么人家说 今天你们要考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文书不赛 文书不赛 这样子 那人说 你给我智慧 这也都是一个说 好像认为说 文书不赛 来转动念头 我就可以 什么结果了 或者说 刚刚讲的玉皇大帝 或者耶稣基督 上帝 或者说来讲的话 没什么说 好像宇宙法则 就这样创造出来的话 好像是心有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什么作意 造译出来 而变成这个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好像变成 跟我没关系 是它而去造作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则 所谓的因 及生 而即使我们所谓的 缘 就是认为说什么 而有可能 他的自信是长的 可是 暂时是无常 这个来讲 我们经常常不会 可是认为说什么的话呢 就说什么 常常会认为有这样子 为什么 他说 他本质是什么 是玉皇大帝而生存 可是他会变出一些 变化的 像是举止 什么例子 因为我不知道 我们对 一般例子说什么 说你看 我们 因为在美国 我长大的时候 比如说像基督徒的认知 他说 我们死亡之后 都会回到说 上帝的天国 还有一个永恒的这样子 只是 有一个永恒的 可是暂时变出来这样子 我暂时在人间的 九十岁 之后他会回去 一个永恒的国度 或者说像 回教徒 是不是说 为什么有产生 现在的这种的 所谓的 自暴 他就是认为 有这种颠倒的执着 因为说什么 永恒的阿拉 暂时的把我造作在 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这个暂时 是不重要的 我这个透游的信仰 如果分离的话 我会永恒的回去到 他的国度 或者他的身边 或者他的果味等等的 所以这个都是对 苦的因是 一种错误的见解吗 是不是 因为果报认为说 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或者他是没有因而生的 或者是只有 单一的一个因素 或者说认为说什么 认为是说 有一个创造主的这样子 或者这个创造主 是长的 永恒的 然后只是暂时 给我变出这种苦 来讲的话呢 这都是所谓的 我们对极地的 一个一个的错误的执着 那他这边要准备要介绍 是说什么的话 他说 那 这边来讲的话 是说什么 他说用的例子来说 那有肉的 等一下 是说 有肉的业 及贪 爱 二者 为利 是因 为什么呢 我全部念完好了 以是苦的根本者故 那有肉的业 跟贪爱二者为利 是极 因为常常能 生 治国苦的缘故 有肉的业 跟贪爱二者为利 是极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猛利的 能生出 治国的苦的缘故 那有肉的业 跟贪爱二者为利 是缘 为什么呢 以是治国 苦的 俱作 俱生缘的缘故 那 这边来讲的话呢 一一一一来说的话 是什么的话 说 那 以 这边来讲 我们会说 有生出苦 苦的因 我们认为是说什么的话 是说什么 说 为什么常常在佛经里面 讲到说 自己是自己的户主 自己是自己的户主 为什么就在这个原因 说 我们 如果要获得乐 也好 或者我们要 苦的 会不想要苦的话呢 这个的因素在于谁呢 都不能说是在于佛了 或者说在于别人了 都是我们自己的 自己所造作的业 自己所造作的东西 要自己负责 没有一个人可以来 代替我感受 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我来 承担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要救护于自己的话呢 当然我们的导师 我们的户主 是什么 是佛头给予自己的 正确的指引 但是什么 我们要 自己为自己负责嘛 自己不为自己负责 你不能推扣在于 他人身上嘛 自己要获得的果报 是自己负责而已 人家不会 不会感受到的 所以这边来讲说 那 有肉的业 跟爱 那为什么他愿意 为我们知道爱曲 为什么它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呢 因为 所有的烦恼 当然是依循着无名 可是由无名生出一个爱 由爱才会有贪嗔痴 嫉妒 等等等等 这些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爱 如果没有爱 不会生出恨 这个是什么 是有颠倒的一种爱 不是说真实 我们这边 这个爱 这个 因为大家 其实我是说 烦恼里面的爱跟曲 烦恼里面的爱曲 这二种 不是说 我们想说 要去爱他着 或者爱他心的 这种 这是所谓的烦恼里面的爱 那烦恼里面的爱是说 看于过于好的嘛 因为我看过于好 我才会起身心 为什么 我会说 我没有看到一个好的话 我不会想要排斥 我是有一个爱的因素 这个贪的因素呢 才会有称能 有一个爱的因素 才会有慢嘛 有一个爱的因素 才会有嫉妒 所以等等等等 这些一切的因素 都是由在于贪啊 那这个贪是什么呢 是由无名嘛 无名是非礼作义 非礼作义的时候 我等等等等 这样子来 来申取 但是我们不管是用 称心来讲也好 或者说 什么来讲 主要使我们在于 轮回的因素是 一个是业嘛 他业会造作是什么呢 他 当然有用 称心造作的 嫉妒所造作的 慢线所造作 可是这全部的归根 对待谁呢 都是在于一种 贪啊 一种在贪的 这个因素上面来讲 所以他就讲说 有漏的业 我们一般讲的业 业的话 意思是大家 这边还讲的话 如果我们分的话 大家一般讲说 已经变成是 现在的世间的词汇了 已经不是说 我们佛教的专属了 不只是中文 连英文现在的词典里面 也有了 它是把它说什么 它叫karma karma就变成一种 可是 很多人把它变成 是说什么 它是果 他还说 这是你的业啊 那样子 你会怎么讲 这是你的业 或者说 那就是你的karma 那样子 好像是说 变成你敢果的 实际上来讲的话 业的意思 不是说 刚刚说 你这个业报啊 你最有因的 你这个业报啊 业的时候是什么 是行为的意思 行为 动作的意思 任何的行为 任何的动作 我们叫业 可是 佛教里面 所说的这边的业呢 是代表说什么 是内心的动作 内心的启用 它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 后面会介绍的 私心所 私心所 我们在 所有的心事周到 都会有一个私心所 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呢 它会 留下 它的能力嘛 那这个留下的能力呢 我们也叫它业 业跟业的习气 可是因为 业的习气 是由什么来源 是由这个心事 所留下来 所以我们也把它 取名为业 可是实际上来讲 它是业的习气 真正的业是什么呢 就只有那个私心所 所以我们在经书里面 所说的 私业啊 私以业啊 实际上来讲 是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私心所 都是一个私心所 可是所谓的私业 是什么呢 就是我还没有付出于 生与的行动的时候的 内心的动念 这叫私业 私业是什么呢 是我在付出于行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会有私心所 你不可能说 我先想 我在动作的时候 我就没有想了 你动作的时候 还会有想啊 还会有私的时候 这叫什么 这叫私业啊 这是我们 这边所说的私业跟私业 可是一般 或者在匹伯 只有有一个 是什么 我们佛教徒的匹伯沙宗 说私业跟私业是什么 私业就是那个心理的作用 私业是什么 是生与的这个 生与的这个行为呢 叫私业 除了这个匹伯沙宗以外 我们经部宗啊 秩序啊 应成派的见解都是说 私业跟私业 私业实际上是一件事情 在不同的时段 取为叫私业 或叫私业 好 那这样分出来的行为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 因为 业 不会永远生起 不是永远生起 业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有那个心念啊 才会有的叫业 但是为什么说 业跟烦恼是带我们往下伸呢 它是把业的果报取名为业 把阴的名字取到于果的身上 就把业的习气啊 或那个倾向啊 或那个能力啊 就像我们说 你看 种那个 那是生出苹果树的 对 我说在指 如果在指 那个种子 这个就是生出苹果树的话 那早就不是了 不是那个东西生出苹果树啊 对不对 是苹果是说 它自己慢慢慢慢变化 可是我会说 把果的名字取在于因的上面 最常有的时候 我们也把因的名字 取在于果的上面 就是说 业的所留下的那个能力啊 或它有一种动力呢 我们把它取名 我们只要取名为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动力啊 这个能力是由谁来呢 是由那个私心所 那个业 实际的业就是 就是那个私心所在造作的 所以我们说 你造业 造业的时候呢 主要的意思也不是说 一定要从生语 说什么的话 是说 有那个意念 动念的话 就有业了 所以也是说 不是说业就是不好的 种子是佛陀来讲 佛也有业了 只是佛陀没有轮回的业而已了 它没有在造作轮回的业 业是它自然就会有了 我 你时时刻刻有心念的话 就会有业了 有种子是眼视啊 耳视啊 鼻视啊 义视都是有业的 没有一个是 就是它是有作用的 它就是代表说 它有在作用 有在施 施而已 好 那我 因为我今天 我怕我们时间太长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说 我们下个礼拜再 细细的细细 要说 那有肉的业 跟贪呢 为什么叫因呢 因为代表说什么 我这苦是不是无因而生的 我们不想要的苦啊 或者我如果真的想要离苦得乐啊 先要认识这个苦啊 如果要离苦得乐的话呢 是要从阴下手嘛 这个苦不是没有原因而生的 这个苦是有原因而生的 所以我叫说有肉的贪 跟有肉的爱 因为为什么他今天讲有肉 因为我刚才讲嘛 业的话不一定是有肉的啊 有无肉的业嘛 有无肉的动作 所以有肉的业跟贪呢 或者有肉的 因为他说贪 我们说贪爱二者 人家会以为说贪跟爱是两个东西 不是 他是有肉的业是一 贪爱是二 有肉的业跟贪爱二者为例 但是这个来讲 有肉的业跟贪爱 就是我们所谓的 大家如果还记得 我们以前教十二元起 或者说在普遍到四季广 那是不是说爱取 爱取是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东西的叙流了 他是贪爱取 这样子上去 他就是一个东西的叙流 只是在强力的强烈 比较强的阶段我们叫爱跟取 一般的时候叫贪了 那他就是这时段的 他在这边贪跟爱 也就是一样 就是说他在不同的时段 实际上就是一个叙流的东西 一个叙流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 有肉的业跟贪爱 这两个东西来讲的话 是在极地的四种形象里面 我们称之为叫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苦的根本 苦的来源是由这个而来的 那有肉的业跟贪爱二者呢 我们可以说是极了 为什么是极呢 因为它不是只是说 这个极的意思是说什么 它不是说只生出一次 它是再次再次的 我们都是用有肉的业跟极地而生起 就是一次再一次的原因 一次再一次的生起苦的原因 在于谁呢 就是在于这两个人的当中呢 而这儿者来讲 我们讲说什么叫生呢 它为什么叫生呢 因为它是强烈的使这个东西生起 它不是好像我们说轻轻的 这个东西的最主要的因素啊 我们说苦的主要因素 可以使它强烈生起的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业跟烦恼 业跟烦恼的去除掉呢 就是纵使我们想要苦 它也没有因素 也没有办法去生起 而后面来讲 它说 那以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讲说 我们说它为什么叫说 它叫缘呢 因为它是所谓的 我们在禁取因 跟聚生缘来讲的话 这个应该说业 跟烦恼呢 是它的聚生缘 因为它的禁取因是什么 是之前的心事嘛 它有一个蓄留它的 由它的心事而生起 它是什么呢 是由业跟烦恼为它的祝缘 使它变成一个苦 一个苦 一个苦受呢 来讲的话 或者说 我举一个什么来讲 我们刚刚讲 有肉的孕体 刚刚是苦受来讲 有肉的孕体来讲的话呢 我这个孕体嘛 我这个 比如说血肉之躯 这也是我们有肉的孕体 其中一个 我的禁取因 不可能是说是业跟烦恼吧 这个东西的主要的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父母亲的 金跟玄嘛 或者我们说金跟卵嘛 这是它的禁取因嘛 可是它的聚生缘是什么呢 是业跟烦恼才会有结生的吗 有业跟烦恼的结生 所以业跟烦恼 我会要得到 我会要获得这样的一种 有肉的色身 或有肉的形状呢 我的形状会变成是这样子 当然是我们可以说 科学里面所说的DNA啊 精啊 卵啊 什么等等的 可是它的聚生缘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今天是这样子呢 或这样子 你看它也说不出来 像到目前的科学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有些 你看我们全世界有七十亿的人口 可是每个人长的小猫都不会一样嘛 重点是双胞胎也有它的意义的不一样 怎么可能是这么微妙的 可以自然界可以这样子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说 种植不会有一样的 不要说是七十亿 你看从以前古代像我们去西安看到兵马俑 你看它现在那个兵马俑 每个人的脸 跟我们现在的人的脸也都是完全不一样 从无始以来的轮回 每个人的脸像话都不一样的话呢 你说巧合也太巧合了吧 这样子说几千亿的人口 可是为什么永远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它的最大的聚生缘 所以它每个人造的业 每个人的烦恼是不一样的话呢 它自然而然它的取余的差别就会产生了 所以这四个的形象来讲 简单的介绍极地的四个形象 我们就说什么是 阴极生缘 它因极生缘的意思代表是什么 它就是对质四种的颠倒的执着 所以说这苦是无因而生的 苦是从单一的因素而生的 苦这个是从什么它的不顺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说是从与它不相同的因 明明这个苦是要由因缘而生的时候呢 那你怎么会从一个永恒是长的 或者一个主导的人去做的 或者再表示说 如果这个主导的人呢 这个主导是没有悲心的 如果这个主导者是全能的 爱护你自己的子弟 它为什么要造出苦呢 它是全能的嘛 它有自主的话呢 我们为什么要造出一个苦呢 它可以不用造出苦 永远造出一个乐的啊 那你造出这个苦的话呢 那不是很奇怪 就比如说像我们说 渔皇大帝啊 或者说什么等等来讲的话 如果假设它是全能来主导 所有一切的苦乐的话呢 它如果有这个全能 它为什么要造出苦呢 你说它是对它喜爱它的 它去造出乐 对它不喜爱它的 造出苦的话呢 那就代表说它不是 以示同仁 它没有悲心的嘛 它是分有偏心的嘛 有这样 你要对我好才会我有好处 对我不好你就没有好处的话呢 而这是我们真的要 可以归头的吗 或者有求助 而这不一样的嘛 而第四者的话呢 你说如果这个苦 是从长的 暂时变无常 这也是颠倒的嘛 因为这变成是什么叫 是说不顺从的阴暖 你是从一个永恒的东西 怎么会变出一个 短暂时有时无的 如果这从长而有生出来的话呢 应该代表说这个果 应该也是长的 看这个果是会 不断不断的变化 会是无常的话呢 应该代表它的因缘也是无常的 是有无常的因素才可以使无常的果生出来 它如果是长的因 当然是不会有因素可以生出来 可是如果可以生出来的话呢 代表说它只能会有一个长的果 不可能会有一个无常的果 那我说我们下个人还会再略略的再去介绍说 极地的跟这个重要性 可是希望说大家在慢慢脱油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再回去思维极地的时候呢 可以对极地就比较有一些的理解 什么叫极地 什么叫苦地 什么叫极地 如果下次有问题 我们再下次一起问 那我们就先回下来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